悲情郭盛通,东汉守卫皇后兼废后,也是史上唯一没打入冷宫的废后,更史元年,武姓侯府,宾棚满座,古月齐名。 在这里,有一对新人结发为夫妻,男子魁梧英俊,女子花容月貌,前来道喜的亲朋好友纷纷称赞他们为天作之和。 其实,男子早已爱慕女子多年,从看他第一眼起,男子就在心中许下了一个诺言,取妻当得殷利华。 没错,这男子便是有着未面之子之称的光武帝刘秀。 看着眼前的娇妻,刘秀的思绪也回到了多年前。 对当时的男子来说,最重要的两件事莫过于立业和成家。 而在立业和成家的选择上,许多人都选择先立业。 年轻的刘秀同我们当下许多年轻人一样,迫切地希望自己能早日出人头地。 因为只有做出点成绩,才有资格追求心中所爱,因家千金英丽华。 刘秀的姐夫邓辰与因家有亲缘关系,通过这层关系,刘秀有机会接触到殷利华。 殷利华素来以美貌著称,是当地有名的美女。 后来的李白增称赞她,丽华秀玉色。 汉女娇朱颜。 可想而知,当时的殷利华成为不少青年的爱慕对象,这些青年里面就有刘秀。 一顾青人成,再顾青人国。 在刘秀见到殷利华之后,他感觉自己遇到了可以用一生相守之人。 可迎娶殷利华对于现在的刘秀来说,谈何容易? 殷家祖上显赫一时,使春秋名向管仲之后,虽然后世再也没有出现向管仲这样的名人,但毕竟抱之巨富,田有七百余请,鱼马菩利,比于邦军。 而刘秀虽名为汉高祖九世孙,但倒他父亲刘青这一辈。 只做到了济阳县县令这样的小官,正所谓奇大非偶,门当户对的观念自古有之,门庭的差距渐渐成了挡在刘秀面前最大的障碍。 当时,年轻的刘秀决定远赴长安求学,而这次求学竟改变了他的一生,时事造英雄,英雄造时事。 当时正值新莽末年,往往因推行的改革盲目重古,不切实际,已至失败而终。 然而,彼时的天下早已赤地千里,兵戈四起,刘秀的掌兄刘衍便参加了齐军。 天下大乱,英雄奋起之时也。 虽然起兵风险极大,但却回报极高。 在深思熟虑之后,刘秀决定弃农从军,他放下了手中的书笔和庚具,加入了兄长刘衍的阵营,一同对抗篡汉的王莽。 金临起飞驰中雾,一遇风云变化龙。 多权劣的刘秀在昆阳大败王莽军百万之众,更帮助庚史帝攻入长安,推翻了新莽政权。 由于刘秀战功卓著,于是被更使地封为武姓侯。 此时的刘秀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本可以站在殷家面前求婚了,所以受封武姓侯后不久,刘秀便迎娶了他思慕多年的女神殷丽华。 众所周知,郭盛通是东汉王朝的守卫皇后,也是东汉王朝的守卫废后,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历史上唯一没有被打入冷宫的废后。 汉光五帝刘秀凭借一己之力重整汉家河山,延续汉世百余年,世人在称赞其雄才大略的同时,也为其痴情念旧而感慨不已。 刘秀最爱之人并非是他的皇后郭盛通,而是倾国倾城,温良贤淑的英丽华。 当初若不是英丽华主动让步甚至耐心劝说刘秀,郭盛通永远也当不上皇后,因此骄横的郭盛通最终被刘秀所废。 刘秀在情理之中,尹丽华属于典型的白富美,天生就是美人披子,少女之时就已生命远扬。 南洋卷无人不知殷家娘子美貌贤淑,刘秀自然也不例外,不过那时的刘秀还只是一个落魄熊小子,虽然也是汉高祖刘邦后裔, 但与汉氏正统血缘疏远,再加上其九岁丧金成为孤儿,寄养于叔父刘良家中,人生更是没有一点出头的希望。 刘秀25岁那年,姐夫邓辰带着他前往新野望族殷家,拜访殷丽华兄长殷石,也就是在这次宴会中,刘秀邂逅后了自己的一生挚爱。 他偶然瞥见庭院中有一绝世美人挣给牡丹花浇水,刘秀立即被这个比自己小了近十岁的少女迷住立下娶妻当得殷丽华的爱情誓言。 然而身为一介不一的刘秀也知道,自己要想迎娶殷英丽华这样的女神为妻,无异于痴人说梦,没有功成名就之前,刘秀不打算向英丽华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 谁也没有想到,机会就这样不期而来,新帝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与大哥刘衍一起在晚城起兵,反抗往往新朝统治。 但是,尹立华兄长因时也参与到刘氏兄弟的起义队伍之中,刘秀兄弟起兵后,连破新朝大军,威望日增,刘衍不久,便被更使地刘璇忌惮,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得知兄长遇害后,刘秀强忍心中怒火,审时夺势地做出了拒不掉丧的举动,并主动将前线兵权移交,随后亲自回到晚城,向刘璇谢罪,以此来保全自己与麾下精锐,见刘秀如此诚心,刘璇也就赦免了他的罪过。 亦是跟随刘秀转战各地的殷实,对于刘秀的所作所为十分钦佩,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够成就大业,前途不可限量,因此,早就看出刘秀对殷立华仰慕已久的殷实。 不断说服家人将殷立华嫁与刘秀,刘秀28岁那年,终于如愿以偿地迎娶了殷立华,不久,更使地刘璇亦遇迁都洛阳,加封刘秀为私立校尉,命其先行抵落,整顿国都,刘秀深知此行生死未卜,未保殷立华安全。 刘秀只好派人将他送回老家,带着少量心腹前往洛阳,此时,距离他们新婚仅仅过去三月,这对恋人就此天各一方。 深知刘秀不义的殷立华,为了不让丈夫担心,与刘秀族人在南阳老家几经辗转,尽力护佑亲眷周全,直到刘秀正式登基,适中傅郡前来迎接时。 因丽华才得知丈夫已经成为天下之主,建立了世间最大的工业,当因丽华满怀憧憬地来到洛阳时,却发现一切早已误使人非,刘秀身边不仅多了一个陌生女子,他们还有了一个孩子,这个女子就是郭盛通。 刘秀见到因丽华后,当即对发妻解释说,自己在河北作战时,为借到真定王刘扬的十万援军,不得不迎娶其外甥女郭盛通,自己最爱的人永远是他,因丽华没有气恼,他很理解刘秀的行为,他知道若是刘秀不答应刘扬的要求,恐怕夫妻二人早已天人两隔。 为已是公允,刘秀将二人暂时立为贵人,但心中始终向着结发之妻因丽华。 建武二年,公元二十六年,刘扬谋反被诛,刘秀承辞以殷氏,雅姓宽,由母以美为名,要立其为后,谁知因丽华坚持不肯接受册封,对刘秀推辞说,患难情义不能忘,何况郭贵人以为陛下生下皇子,刘秀见此,只好立郭盛通为后,因丽华还是贵人,身为原配,却甘愿只做应妾, 刘秀对因丽华很是愧疚,总是想方设法地弥补自己对因丽华的亏欠,他想要下旨加封殷实等人为侯爵,也被因丽华再次拒绝。 因丽华如此谦让有加,刘秀对其自然更加宠爱,当时天下还未彻底平定,刘秀为了能与因丽华在一起,每次亲征都会命其随军,把他留在身边,建武四年,公元二十八年,刘秀亲征捧宠期间,因丽华为其生下四子刘庄,即日后的汉明帝, 因丽华诞下子四,刘秀自然高兴,不过郭盛通却对此产生了极大忧虑,重重忧虑之下,郭皇后,昏招迭出,多次在刘秀面前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怨恨,因丽华对此则总是默默退让,以免后宫矛盾计划。 影响刘秀前线作战,两相对比之下,可谓高下立判,于是刘秀对于自己的皇后愈发厌恶,建武十七年,公元四十一年,光武帝以郭盛通行事由屡获之风,不可以脱以幼姑,功成大位为由,执意废除其皇后之位,改立贵人殷利华为后, 郭盛通被废除后改成中山国太后,与儿子中山王刘甫一起生活在北宫,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进入冷宫,反而得到子女侍奉,地位依旧尊崇的废后。 建武十九年,公元四十三年,皇太子刘强主动辞让太子之位后改封东海王,刘甫改封配王,郭盛通也改封为配国太后,这段经历也使郭盛通成为两汉历史上第三个皇帝没死就获封太后的女人。 为了弥补郭皇后,汉光五帝不仅大肆加封,提拔郭氏族人,使郭家成为东汉初七四大外妻家族之一,还让他陪葬在光五帝园陵以北,这样的经历,对于历朝历代任何一个废后来说都是渴望而不可及的奢求,那么为什么郭皇后可以凭此享有呢? 这固然与刘秀的温情性格有关,但也离不开殷利华的劝说与善意,亲身经历建武,永平两朝的老臣第五轮。 对此事曾做出来极为重肯的评价,即列皇后有爱天志,意思就是所,因丽华天性善良,不愿伤害别人,所以郭盛通才得以儿孙绕夕,得享晚年。 对此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年书讨论吧。 对此 things... 因此,在历史上应当中是什么問題 然后今天请大家共识或订阅好主行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